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别加入半勺化开的猪油 这个猪油非常的关键 可以使猫耳朵非常的酥脆 这是一个小技巧 一定要加哦 取一个大一顶的盆 倒入100克的面粉 倒入刚才调好的白糖水 活成不沾手的面团就可以了 盖上一个盆子 饧发20分钟 撒上少许面粉 黄色面皮擀成运行之后放在一边 白色面皮也擀成运行 白色面皮擀好之后抹上少许的清水 这样放上黄色面皮之后 做的猫耳朵才不会分成 放上黄色面皮 今天别放整齐 黄色面皮上再抹上少许的水 放入冰箱冷冻室冷冻一个半小时 取出冻印的面 取下保修一分为二 垫上抹上面粉 切的面片很容易粘 多抹一点面粉 切两毫米厚的薄片分别摆开 这个面凉了之后很容易粘连的 油温烧至五层热 手放在上面一会有热气的时候 开小火 猫耳朵很容易粘 下入猫耳朵一片一片的下 炸至漂浮起来的时候翻面 小火炸至两分钟 炸至金黄色捞出 大家好,我是点赤 猪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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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了 1230年 非常脆 喜欢我的视频可以在视频的下方请记下关注 每天一道特色家常菜以及小吃 感谢您的收看 谢谢大家 太脆了 非常的好吃 大家赶紧试试吧